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李连杰想了一会儿 坦然地回答道 那只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 我认识她之后 每天的血管都是膨胀的 在公众场合 李连杰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妻子的热爱 但是她却并没有收获大众的掌声 相反 观众对她一片唏嘘之声 当年就是她抛弃了自己身怀六甲的原配 毅然决然地离婚 娶了美女励志 从此对原配和孩子们不闻不问 虽然李连杰给自己的解释是因爱而冲动 但是观众显然不买账 这明显就是傅熙汉的行为 但李连杰如此十年如一日地爱着励志 也引发了不少观众的思考 励志究竟有多美 能让李连杰背上骂名也要和她在一起 这两个人的因缘是如何产生的呢 很少有人知道李连杰的原配妻子其实是黄秋燕 李连杰和黄秋燕是在北京时差海体校学习武术时相识 因为李连杰家里非常穷 因此黄秋燕对李连杰非常的照顾 久而久之 两人便走在了一起 1983年 李连杰出演了电影《少林寺》 并凭借这部影片一炮而红 不过走红后的她 想到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和黄秋燕分手 不过为了不让别人说自己是负心汉 她还把黄秋燕介绍给了导演张星妍 推荐她做电影《少林小子》的女主角 在她看来 这样再提分手的话 自己就不会太内疚了 虽然知道李连杰相分手 但是黄秋燕依旧对其非常的照顾 1986年 李连杰在拍摄《南北少林十一外骨折》 还被医生告知可能会残疾 黄秋燕得知后 无微不至地照顾 就让李连杰非常的感动 1987年 两人领证结婚 没有婚礼 没有婚纱 更没有通知任何人 婚后第二年 黄秋燕就为李连杰 生下了大女儿李斯 后来李连杰的事业日渐下滑 决定要去美国发展 当时的黄秋燕已经怀二胎七个多月 但依旧毫不犹豫地跟着她去了美国 来到美国后 李连杰在一家母树馆做教练 黄秋燕则在家照顾孩子 两人还贷款在美国的郊区买了一套房子 没多久 黄秋燕生下了二女儿李台密 对于黄秋燕来说 虽然日子过得清贫 但是有爱的人在身边 她感到非常的满足 1989年 导演罗维邀请李连杰回香港拍摄电影《龙在天涯》 接到电话后 李连杰高兴不已 黄秋燕也非常的高兴 可她哪里知道 李连杰这一去 就彻底抛弃了她们母女 原来这部影片的女主正是刚刚获得亚洲小姐冠军的励志 励志拥有魔鬼的身材和天使的面孔 李连杰在见到她的丁眼 就已经被迷得神魂颠倒 而励志又是何许人也 1986年 25岁的励志留学回港 参加了亚洲小姐的竞选获得了冠军 同时也惊艳了香港的富豪们 香港不乏大美人 前有关之林 后有李嘉欣 可是像励志这样美貌与身材以及雪莉并存的 绝对是极品中的极品 比赛刚刚结束 励志回到家就发现门口堵满了鲜花和贺卡 其中不乏很多顶级富豪的名号 都想跟她约会 在这些贺卡中 最新演的名字目过于成龙两个字 当时的成龙已经结婚了 但是因为是隐婚所以极少人知道 但是励志只看了一眼就把卡片丢到了一边 因为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 演员得的位并不高 赚的也不多 并不是女明星们的首选 最有钱的还是那些富豪们 励志也有自己清晰的目标 加入顶级豪们 在一次富豪和女明星们联谊的舞会上 励志终于见到了赌王何鸿燊 那时候的何鸿燊虽然已经66岁娶了四方太太 但是身材高大气质儒雅高贵 荣然魅力四舍 他绅士地邀请励志共舞 两个人没有经过排练就十分默契地跳起了拉丁舞 郎才女帽十分当对 何鸿燊对励志也是一件清心 私底下送了很多礼物给他 甚至还大手一挥花了两个亿给他 买下了一幢豪宅让他居住 两个人情义相逃 楚双入队 这一切都被赌王的四方太太看在了眼里 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把励志当成对手 因为赌王的女人太多了 往往往往就腻了 可是没想到这次赌王动真格了 他公然带着励志出席各大场合 甚至表示要娶他当地舞房太太 消息很快传了出去 励志也满心欢喜地等着加入赌王家族 甚至连港媒都开始叫他舞台 励志每次都是笑而不语 从来都没有否认过 可是这些新闻却让何鸿燊的太太们极为不爽 尤其是斯坦良安琪 因为何鸿燊在娶她时曾向他保证过 你是我最后一房太太 如今两人才刚结婚没多久 何鸿燊就变了心 一向要强的她是断然无法接受的 于是她发动了自己的所有人脉 进了很多黑道上的人来找励志的麻烦 让她的生活不得安宁 不仅如此 斯坦还设计圈套引她入局 让她损失了不少资产 励志不得不向赌王哭诉 她本以为赌王会帮她处理好这一切 没想到赌王最后选择了放弃 她已经明白如果自己真的娶了她 会引发多大的动乱 虽然赌王真的很喜欢她 但是还是最看重家族的利益 于是果断地跟她斩荡了关系 两人分手后 励志每日以泪洗面 就在这时 李连杰走入了她的生活 为了和励志在一起 李连杰连美国都没有回 直接在电话里和黄秋燕提出了分手 李连杰的电话 让黄秋燕一头雾水 她不敢相信自己为了她连场婚礼都没有 为她生下了两个孩子 离开父母来到了一国他乡 可是最后却被抛弃了 看着身边两个年幼的女儿 黄秋燕既不成生 1991年 李连杰和黄秋燕离婚 结束了维持仅四年的婚姻 离婚之后 李连杰开始疯狂地追求励志 那时的励志刚刚被赌王抛弃 因此并没有立刻答应李连杰的追求 而是定下了十年之约 如果十年后李连杰还爱着自己 才会答应嫁给他 为了获得美元芳心 李连杰付出了很多 当时李连杰退捐后选择下海经商 但是因为经济危机 不但没有赚到钱 反倒是欠下了上千万的债务 为了替李连杰还债 李连杰找到相太 一口气签下了两年六部戏的合约 将赚来的七千二百万片酬 全都给了励志还债 1999年 十年之月到了 李连杰和励志在美国洛杉矶 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不后励志也为李连杰生下了两个女儿 李连杰对励志的两个女儿 可谓是非常的疼爱 经常带着她们参加各种活动 给她们提供最好的生活 李连杰将所有的爱都给了励志和她的女儿 而反过黄秋燕和她的两个女儿呢 当初离婚时 虽然李连杰选择净身出户 但那时候的她们根本没有什么积蓄 只留给黄秋燕一套没有还完贷款的房子 和两个年幼的女儿 因为没有工作 最后房子被收回 黄秋燕不得不带着两个女儿租住在的家事 为了赚钱生活 黄秋燕最后只能将两个女儿送回国 跟着奶奶生活 奶奶去世后 又跟着姑姑和伯伯生活 就这样 可怜的两个女儿像是流失儿童 过着几人离嫁的日子 而作为父亲的李连杰 却从来没有看过她们 如今的李连杰 将自己二十亿财产都交给励志掌管 对于励志 她曾这样说过 为了她可以付出一切 包括明和令 甚至生命 和黄秋燕在一起十几年 抵不过和励志在一起的几个月 也难怪媒体会用情一千斤 不敌胸脯思量来嘲讽李连杰了 除了感情生活备受争意外 李连杰的国籍也是大家热议的焦点 很多人把李连杰当作中国的功夫巨星 但实际上 李连杰早就不是中国人了 而是新加坡人 据悉李连杰改过两次国籍 第一次是美国国籍 后来又改成了新加坡国籍 而至于改国籍的原因 有人称是和一基金有关 有人做称是为了给两个女儿最好的教育 至于是哪个原因 李连杰从来没有回应过 她只是说道 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中华民族的事情 据悉李连杰曾经想要改回中国籍 但是申请了三次都被拒绝 如今已经六十岁的她 想要改回中国籍 似乎有些难度 无论是感情 还是国籍 李连杰的争议从来没有断过 而如今久微露面的她 却又代言起了游戏 实在是让人唏嘘 去日 久微露面的李连杰一出现 就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原因就是她代言了一款手游 画面中的她身穿一袭白色古装 长长的胡须 还满脸的皱纹 和以往的形象大相径庭 而在另一幅画面中 李连杰面不浮肿 眼睛突出 皱纹更加明显 虽然画面经过了磨皮滤镜 但是也难掩老太 面相看起来甚至还有些诡异 其实李连杰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人曝光老太照片了 早在2019年的时候就曾被网友拍到满头白发 苍老无比的画面 当时的她只有五十多岁 看起来却像是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 据悉李连杰患有严重的假抗 因为长期服用药物 所以眼睛看起来有些突出 再加上年轻时候的她 太过拼命 给身体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不过如今的李连杰之所以看起来老太隆重 还有网友调侃到是和励志有关 甚至还有人吐槽她是渣男 网友甚至评论到 不戒色 花期就短 有些女不要 非要娶一个狐妖 元气被吸尽才老得快的 据悉李连杰拍完广告就又飞回了国外 因此还被很多人吐槽 国内赚钱国外花 现在李连杰的年龄和身体状况 已经拍不了幅度大的动作电影 她本人也只想在国外安心养老 对李连杰来说 她一见力之无终身 可是对于黄秋燕来说 一见李连杰才算是无了终身